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喵哥 我们开车上高速的时候 喵哥发现总有这么一些人 喜欢把车开到车道的边缘 就是他不能够把车开到车道的正中间 尤其是一些新手朋友 觉得自己可能确实 老是这个车开了开了就歪了 那么今天喵哥给大家讲一下 一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如何我们在高速方面 把车子开到车道的正中间 这样的话保证自己的安全 同时也不妨碍人家通行 首先对于新手司机而言 不能够把车子开到车道的正中间 经常跑偏 多半是由于司机开车的时候 目光看得太近了 也就是说你的目光太短浅 你是看到前面一点点距离 看得不够远 所以对于新手朋友而言 我们在高速上面开车的建议大家 把视线看到你这个车道 远方镜头的几百米远的地方 而且你的视线中心 最好是放在你这个车道中心的位置 这样的话从前方来看 基本上你的车道就不容易跑偏 其次就是要时刻的注意 观察你的左右脸面的后视镜 通过后视镜观察你的车身 与车道分界线它们之间的距离 保证你的脸边的后视镜 与你的脸边车道的分界线 这个距离是先对比较均等的 这样的话 你的车子基本上 就能够保证在车道的中间行走 第二点就是针对一些老司机 为什么还是会把这个车子 开着偏离车道呢 其实这种情况多半是由于疲劳驾驶 导致的 或者说在车上开车的时候 开小车了 甚至有些朋友在看手机 这种情况就极有可能把车子 开着开着 就是偏离车道 或者压着车道线走 所以假如说我们在高速上面 开车的时候遇到前车 它不能够保持车道 而且开着经常压着车道线 或者说左右摇摆这种情况 那么你就一定要注意了 要么它可能是新手 要么它可能是正在疲劳架子 或者正在玩手机的老司机 而且老司机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这种情况其实很容易波及到旁边的车子 喵哥建议大家遇到这种情况 最好能够鸣笛加闪灯提醒对方 如果你鸣笛了闪灯了 对方还是不能够保持车道 还是左右摇摆 或者压着车道线走的 那么一定要抓着机会 趁机赶紧超越它 一定不要被它连累了 其实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 越是这种平直的高速公路 越容易出现车道偏离的情况 因为高速公路过于平直的话 路面比较单调 人很容易放困 而且你方向动得非常少 几乎或者基本不用动方向 这个时候你的方向只要有一点点的偏离 开着开着 车子就跑到车道外面去了 如果你的车子本身不带车道辅助的电子系统 你又没有及时观察 左右两边后视镜的车道保持情况 那么很容易出现跑偏 所以大家在经过这些 特别平直的高速公路的时候 一定要极高警惕 习惯性的 经常要看你的左右里面后视镜 经验让你的车子保持在车道的中间 好了 相信通过苗哥的分析 大家就清楚了 在高速上 我们如何才能够让车子 一直走在车道的中间 同时遇到这种飘忽不进的车子 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 大家觉得苗哥讲的实在 对你有帮助 给苗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